我们看一看现在2021年的秋招的整体的这一个情况 现在的情况是已经到了现在是我们是8月的上旬 对吧 我们可以说所有的秋招 基本上大厂秋招的opening都已经出来了 都已经出来了 那么从亚麻开始 我知道最早的是从6月18号开始 已经发出了第一波New Grad的岗位 然后那个时候还是组招的类型 7月初的时候有三个组的New Position Opening to New Grad的这种一个情况 到现在已经开始了这种 就是Amazon的公司找 我们知道招生的话分 对在职跳槽也尽量是一页 尽量是一页 没有必要说其中两样的情况 我们说招生的分组招和公司找组招的话 就是可能某个组现在缺坑了 对吧 然后现在缺人了 你要去找工作 这个时候最组招的话 可能是对于他的求职的人不多 对吧 就是他的坑位不多 可能就三个head con 四个head con 然后这个时候就最好是越早越好 对吧 对于公司找Amazon的New Grad的University的招生 它是从公司的这个角度 你并不知道是具体会分配到哪一个组 这个时候现在也开放了 这种情况可能说 他没有那么紧迫的时间性 而我们说如果是一个组 放出新的Opening的话 我们的我这边的建议是 你越早投的越好 好吧 因为你晚了的话 这个组的话可能已经被别人去站着坑了 你就没有这个位置 有同学去问 请问在职跳槽的职位现在已经出来了吗 在职跳槽的职位 一直都有 好吧 在职跳槽的话 他不是有 不是不像这个New Grad的 他的季节性这么高 当然现在来说秋招的话 也是在职跳槽也是非常多的坑位出来 这是真的 但是他不会像这个New Grad一样 一定要敢在秋招这7月8月份完成这个事情 对吧 在职跳槽的话 只要有职位某个组抛出来 你是在职跳槽 你就可以直接去投 他没有那么明显的季节性 但是对于New Grad来说 你要想进大厂 你就要靠着这波秋招 校招能够进去的 这个是回答这一个 黄磊同学的问题 在职跳槽都是脚都出来了 任何组都都有的 在网上一搜一大拉 好吧 行 然后我们现在知道的Facebook也开放了6月30号已经开放了SDE的岗位 我这样没有更新的话 有个谷歌 我这边也看到了 他已经开放了SDE的校招岗了 应该是Intern港 SDE的Intern港 谷歌也开放了 然后现在的话 我们现在8月初 我们看到绝大多数的公司都已经开启了这个校招的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呢 IT大厂呢 现在大多数要求9月份回去Office的搬砖 对吧 但是现在Delta疫情的影响呢 可能这个时间会有所延长 所以呢 现在的这个趋势呢 应该是 还是以Virtual Onsite居多 Virtual Onsite居多的这么一个情况 有同学有问的 听说 网上投的简历回复效率很低 内推最有效 请问如果不认识大厂的熟人是不是很影响找工作 其实是这样的 网上投递的简历和内推的简历呢 是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没有你说的这么大 并不是说内推的就一定能拿到offer啊 这个海投就一定拿不到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的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那么内推的如果你不是一个 比如说我们组 现在招个人 我直接把你的简历给我的 给我的老板 对吧 那这种内推的肯定比你外头内推有效 直接就给你安排面试 对吧 但如果是通过HR这样去内推的这种情况的话 那其实的话 并没有特别大的影响 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啊 如果不认识大厂的熟人 那你就要去网上去找一找 有没有人有能给提供内推的这种 这种功能 对吧 看一看 比如说一目三分地啊 有没有人说有这个内推 对于内推来说的话 大部分人是很乐意去给已经准备好的面试者提供内推的 为什么呢 因为把你内推成功了 他还有钱拿 对吧 但前提是你自己的简历得够 把你的简历得够达标 然后你的对于面试的准备也得达标 对吧 因为他自己帮你推 他等于帮你在一定程度上的背书 对吧 如果说你自己准备的不好 那他干嘛帮你推啊 对吧 有这么多人都想找内推的 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所以呢 这个 没有金刚钻 布朗斯基活 对吧 首先你的准备工作要好 另外一个 你的这个简历 要写的比较好 能够迅速的进到面试官的这种法案 基本上 这样的话 你去找网上帮你推的话 都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好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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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战